华林县的疫情升温 而秀林乡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 为了帮助被居家隔离的村民们 能够不会断粮 华林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 咨询委员王沈刚卒和他的团队 每天的下午都会准备新鲜的蔬菜 以及共同响应爱心的社会人士 所捐赠的物资 亲自前往被居家隔离村民家门口来发放 来度过这一次的疫情难关 三天前刚刚我们对面的那个生源机车 他也是一直看我们每天在那边 好像菜市场一样 结果那个老板也是拿一叠钱过来 交给你 他完全信任我 然后叫我说你去买 他也看到我做 他也都没有问 直接拿钱来 所以让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在这个路上 好像不是我们不是唯一的人 我们并不寂寞 然后只是有时候要时间的酝酿 然后会吸引到感召到更多善良的人一起加入 哪怕他是一起来投入那个劳力 又或者是赞助金钱 还是说赞助物资 那我们要做的把关就是 我们一定要给到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超重要的 这是我们从头到尾的坚持 像这个是成武基金会给的 所以就是他们这些基金会 其实他们默默都一直在support我们 然后我们就是会针对如果产孕妇 他们本来就要奶粉的话 我就会列入嘛 他有时候吃完就会给我们 那加上现在他不止疫情 然后又小朋友又要喝奶奶 所以就这样加上去就刚好把这个也一起放进去 现在不管要0加7还是7加7 3加4 他会在家里他没有办法出去 那我们部落有时候在深山里面 没有人帮他买东西啊 那肚子饿了怎么办 所以我就说自己有蔬菜这样子 然后把它配一配有好几样这样 至少可以撑个一两天啊 华林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青年资讯委员王神刚主表示 休闻乡疫情是相当的严重 每6个人只有一个村民有确诊的情况发生 疫情爆发以来 信息者被居家隔离村民们会有断粮的情况 所以每天下午都会准备新鲜的蔬菜 以及社会贤达人士的爱心 一起行动来捐赠给最需要的乡亲 我们现在已经是第十波在发那个新鲜的蔬菜包 这样总共加起来已经快一千包了 那从一开始我们默默的自己在做 到现在很多外界的人响应 这让我感觉到那种吸引力法则 那种良善的循环 让我觉得很感动 但是我们秀林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我才说很怕他们在隔离的时候会断粮 没有东西吃 所以才会准备那个蔬菜那种 很怕他没有东西去肚子饿的话不要断粮 这样做下来我觉得自己很欣慰 觉得说我们帮助到族人 然后哪怕是自己一点点的微薄力量 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持续去做的话 他会累积外面的人也会有感应 然后有感召大家会一起做 那那个团结力量就会很大 然后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 爱也许迟到但不会缺席 网上刚说表示虽然他事业有成 但是他已在部落长大 对自己的乡里拥有丰富的情感 这里有点点滴滴的成长过程 当部落受到疫情的影响 他就站出来为村民们服务 只要是真正需要协助的村民们 他毫不考虑前来帮忙 把大家当作是好朋友 单纯的发持内心关怀彼此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每天都会透过村民来反映他们的需求 而他是以最初作用的理念来帮助大家 一起来度过这疫情的难关 就继续讨论 希望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